富人騎的機車 經過路口 就是突然竄出兩隻野狗 牠其實很衰 牠就是好好的騎在路上 然後那兩 其中一條直接撞上牠的機車 很快的撞上去 兩條黑狗就這樣撞上富人機車 牠連人帶一車摔倒在地 頭部重創 當場昏迷 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都沒電動 這樣啊 不然騎了 都會 意外就發生在彰化分源 就好晚間六點多 六十五歲的富人騎車經過 卻不幸遭到野狗衝撞 身負重傷 但其實附近民眾說 這早就不是第一次 不只機車先前還有貨車 先些撞上野狗 發生車禍 居民說這附近 不只野狗成群 連野貓也很多 咱們都要走來 好 好 好 你看 狗我先這樣 OK 貓狗自在地在路上稀稀玩耍 甚至與人爭道 四處亂竄 騎士駕駛 出不及防 只能提高警覺 以求自暴 接著曾文翔 王一小站景城 彰化南投 採訪報導